洗牌很熟练 还会变魔术 当时国一的儿子手上拿的就是这副扑克牌 已经有明显的使用痕迹 遇到20秒我就选了一个数字 但万万没想到带着这副扑克牌到书局一趟 儿子竟然会被当成小偷 身为家长真是气炸了 店员就暗指是我儿子拿了他们店里面的东西 可是那个扑克牌看起来 一看就知道不是新品 我没有拿他的东西 所以就不会觉得害怕 事情就发生在这家知名的连锁书局 4号下午国一少年和弟弟来逛书店 随身还带着扑克牌 要离开的时候却被店员拦下来 要看他手中的扑克牌 当下我们也跟弟弟说过抱歉 但是我们没想到回家之后 弟弟的爸爸却又来店里面不断的咆哮 爸爸带着儿子冲回书局理论 说明明扑克牌已经用了三个月 店里也没有卖同一款 坚持要店员出来道歉 结果双方吵得更厉害 店员怒呛家长要告就告随你变 家长也气不过 知道闹进了警局 店员才落泪道歉 希望他们给了道歉 可是他们坚持就不肯不肯讲 觉得就是他的行为造成了学生 以及学生家长的不愉快 那对于自己的行为就是 也感到非常抱歉 所以才会觉得有一点哽咽 店家说书局里的东西长背头 而且光扑克牌的品项就多达二十几种 才会要求店员只要有异状 就查序号 店员没多解释 酿成误会 仅掀起这么大的波澜 记得陈广瑞 李渥珍 台中报道